寻开心 大概是用怪字面 生句子 没意思地应连起来的 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 作者本来就是乱些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 用心地来研究它 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 只好怪自己浅薄 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吧 他一定不假解释 只是鄙夷地对你笑一笑 这笑也就欲见其身 还有一种 是作者远不过寻开心 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 说过也就忘记了 当然和先前的主张悔冲突 当然 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 但是 你应该知道 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 不必认真的 你若认真的看 只能怪自己傻 最近的例子就是汉吕先生的 研究语堂先生 为什么会称赞野走报言 不错 这一部书是悔冲突心理的解经 和性灵缘分浅得很 引了例子比较起来 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 但其实 恐怕语堂先生 知赞方金器 谈性灵 讲潇洒 也不过对老师人寻开心而已 何尝真知道方金器之类是怎么一回事 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走报言 也并没有怎么看 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 是永久不会懂的 自然 两面非常不同 这很清楚 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 也还是一个不可解 我的意思是 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 想得太忠厚 太老实 我们只要知道与唐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 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 就什么害义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 如《读经》 在广东听说是从艳唐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 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精训读本出版 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 孔子为曾子曰 身体发夫瘦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那么 为国捐躯是孝之中吗 并不然 第三课还有模范 是岳正子春 属曾子闻诸夫子之说 云 天之所生 地之所养 无人为大 父母权而生之 子权而归之 可谓孝矣 不亏其体 不辱其身 可谓权矣 故 君子轻步而福感 望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 那地方记得有 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 文史系主任李济古氏 赞成衣食宣言原则的谈话 末尾道 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 教育部应统令设法 标榜岳武木 文天祥 方孝儒等 有气节之名臣永将 比一般高官 荣将有所法事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时分研究为事的 如果想到权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 或者查查岳武木们的事实 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复兴民族了没有 那你一定会被捉弄的发昏 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 与唐先生在济南大学讲演道 做人要正正经经 不好走入邪道 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 然而 作文要幽默 和做人不同 要玩玩笑笑 寻开心 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 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 这玩玩笑笑 寻开心 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 锁的钥匙 3月7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4月5日 太白 半月刊